Hello 大家好 我是Pyga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個新系列的內容 叫做日本惡女 首先講起這個日本女性 很多時候都會有一個既定的形象 就是好像電視節目上的少女偶像一樣柔躍可愛 通常都是比較順從男人的意見 就不會太過表達自己的想法 結婚之後都會轉為家庭主婦生兒玉女 或者會被人說是持家有道 默默地在背後支持丈夫的形象 以前有一種說法 對於男人來說要過得最幸福的生活 首先要在美國置業和娶一個日本老婆 然後再找一個法國情人 我想有很多人都會聽過這個說法 但到底現在還有多少人會這樣認為呢 至少我就不認為是 不過這就不是重點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所謂的日本惡女 其實就是想分享一些在日本社會上 被認為是跟一般的日本女性形象相距甚遠的人物 他們可能是十惡不赦充滿權力欲 以及不擇手段 亂搞男女關係 用一些比較封建的詞語就是不守輔導 又或者可能是受到日本社會的限制 令到他們不得不依附男人 又或者是利用男人去達到目的 甚至乎可能只不過是單純地受到日本大眾討厭的女性 其實所謂的惡女是怎樣去定義呢 我就不想在這裡下一個很明確的指標 歷史上有很多惡名超張的惡女 例如是慈禧太后 武則天 西方的話就有比較出名的 這個Bloody Mary 這個瑪麗一世 日本的話就比較少了 我只想到這個阿布丁 不過要講到明先 講這個題目就不是要針對女性族群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今天第一個想講的日本惡女 就是這個洪田耀子 可能對比起剛才所提到的慈禧太后 武則天 那些人物 洪田耀子所做的事情 就比較小無見大無 但是 以現在日本社會來說 要說她是惡女 我想很多人都會認同 我想也有很多男士 會知道這個洪田耀子是誰 甚至可能是粉絲也不頂 他作為一個日本水著無特兒來說 由千禧年代開始 不論是正面又或者是負面評價 可以說是維持著一定的關注度 不過在2021年的離婚騷動當中 他的形象可以說是一落千丈 甚至是他所做的事情 可能會令男人聽到是無骨悚然 首先說一下洪田耀子的背景 他出生於1982年 高中三年級的時候 就參加了少年周刊的水著競選活動 本來可以去到最終環節競逐冠軍 但當時被媽媽反對 而選擇了推出這個比賽 但他最終都是因為對藝能界念念不忘 於是再去找辦法參加其他選手活動 亦都是因為這樣被藝能界的事務所謂清 2001年的時候加入藝能界 最初以這個少女組合P-Girls的其中一員活動 他的外表出眾之下 令他獲得極高的人氣 除了是男性粉絲之外 在電視綜藝節目上面 他都有不錯的演出機會 所以對於一般大眾、家庭觀眾來說 這個紅電耀子其實也有一定知名度 當時已經有人猜測 他是不是很懂得電視台潛規則 因為當時就有傳出過 他是曾經這個電視台的資深主持人 這個賭田新座的情婦 賭田新座是誰呢? 他就是十幾二十年前 在日本各大電視台都有著極高人氣的主持人 也是來自吉本興業的一間超大型的藝能事務所的搞笑藝人 他也可以說是電視台中呼風喚雨的人物 只不過就是後來他傳出 傳出他跟黑社會有勾結 而被迫退出藝能界 但就算傳出這些情婦、醜聞也好 都是無阻紅田耀子在演藝圈的前進步伐 去到2012年的時候 在電視台的節目上面 甚至對外公佈 他會跟一般人普通平民百姓結婚 結婚對象根據報道就是一名尖子 他叫做A先生 畢業於祖道田大學 經營一間醫療顧問公司 A先生的父親 本身都是一名專業 而且是非常出名的醫生 紅田耀子跟這個人結婚之後 亦生了三個女兒 就算多了家庭主婦的身份 對於紅田耀子來說 都是無阻他的演藝事業 依然有很多人關注他 在2015年第二個女兒出生的時候 甚至乎有八卦雜誌 特地走到分辨室進行報道 外家一致看好這個家庭 都會覺得他們是幸福美滿 但就算家境不錯 似乎後來 婚姻生活上 紅田耀子仍然覺得有點不滿 例如他就開始在Instagram 到偶爾發帖 埋怨自己的老公A先生 經常不在家 以及晚上回家 但A先生本身是一間公司的經營者 經常不在家 其實都比較理所當然 但紅田耀子還跟網民說 老公晚上回家 寧願吃杯麵 都不吃他煮的晚飯 很多時候早上起床 第一時間要做的家務 就是清理昨晚煮給老公 是原封不動放在餐桌上的晚飯 好像這種狀況已經經歷過無數次 他覺得這樣做 老公對他很大傷害 還有平時又要照顧三個女兒 兼顧這個藝能活動 以及做家務 就覺得實在太大壓力 經他把口在網上公開埋怨自己老公 當然會引來很多網民的異口同聲附和他 會覺得他很可憐 以及會覺得日本的男人欺壓女人 這樣做是難為了熊田耀子 以及覺得他是楚楚可憐 然後去到2021年5月的時候 據聞熊田耀子和A先生在家裡發生口角 而且A先生更加大打出手 對熊田耀子拳打腳踢 搞到熊田耀子最終要報警求助 把A先生逮捕 報道還說熊田耀子後來去到醫院求診 說需要休息一個星期才康復 而且當時在這場口角當中 熊田耀子竟然有把當時的情況全部錄音 最後他更加把這段錄音給周刊雜誌公開 看情況似乎他一早想要離婚 以及可能已經被老公多次加暴 為求自保和萬一要到法庭的時候 都有這些證據可以保護自己 以上的狀況全部屬實的話 理所當然地所有輿論壓力都會去到熊田耀子的老公A先生身上 最終這次加暴事件 東京地方裁判所是判罰A先生20萬日元的罰款 而且熊田耀子最終帶著三個女兒離開家 但似乎老公那邊不是省油的燈 畢竟是一個祖道田大學畢業的占子 這次被逮捕之後 A先生跟律師說 他根本沒有拳打腳踢熊田耀子 只不過在他們口角的時候不小心碰到對方 並不是熊田耀子所說的拳打腳踢 而且那次為什麼會爭執呢 A先生就說是因為熊田耀子搞婚外情 原來A先生一早已經覺得熊田耀子不對勁 於是利用很多途徑找私家偵探搜集證據 更加讓他找到熊田耀子和偷情對象的錄音 兩個人在錄音裡聊到情侶酒店的時候 有沒有被狗仔對偷拍之類的對話 而這位偷情對象就是電視台的監製 而這位監製本身也是結婚的 對象還要是電視台裡的女主播 在日本來說 這就是所謂的雙婚愛情 峰迴路轉之下 最終媒體都有把這件事報導出來 但熊田耀子當然是全盤否定自己有出軌 面對著自己老婆這樣的態度深深不憤之下 最終A先生是使出殺手間 原來他一早就找到在老婆身上的手袋裡有一件性玩具 於是A先生就把這件性玩具拿去做DNA化驗 以及找偵探去搜集老婆偷情對象的DNA 那怎樣去搜集電視台監製的DNA 據聞就是趁他去吃拉麵的時候 吃完麵留下的那一箱木筷子 就被偵探拿去做DNA化驗 結果在這件性玩具裡面 就不單只找到有跟電視台監製一致的DNA 同時發現擁有多名男性的DNA在這件性玩具上 似乎熊田耀子的偷情對象應該不止一個人 當然新聞媒體也有報導出來 雖然這樣已經可以說是證據確鑿 不過熊田耀子也是否認自己有偷情 其實也是正常的 如果他承認的話 可能就會牽涉到很多不同領域有頭有面的人物 最終A先生是向熊田耀子提出550萬日元的賠償 以及要他承認自己有偷情 因為可能這樣做的話 A先生才可以爭取回到撫養權 但當然雙方不肯讓步 看著這場裁判要進入黎章摔角的狀態之下 去到2023年4月的時候 熊田耀子透過事務所發出這個文章 就表示和前夫已經達成協議 是庭外和解 以及兩個人宣布要離婚 這場肥造劇就叫做結束 其實整件事最受影響的一定是三個小孩 有時候家庭生活是否充裕 有沒有錢可能真的是其次 爸爸媽媽感情好不好這件事 我想對小孩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小時候面對著自己媽媽原來是那麼水性揚花 爸爸又不是那麼顧及小朋友的感受 把這些媽媽的醜聞周圍公開的話 其實我想小朋友全部都會看在眼淚 現在三個小孩應該都是跟著熊田耀子一起生活 雖然事務所公佈離婚消息的時候沒有說明 但因為剛才也說老公涉及家暴事件和最終法庭判處A先生有罪的話 就算A先生說是誤會也好 這件事也會影響到子女的撫養權 題外說 A先生在熊田耀子手袋裡找到的性玩具 名叫做Womanizer 據聞因為這次的騷動令到她的消情大增 本來這件玩具對於初心者來說 似乎是非常好用的 性能又好外形又美觀 就算隨手放在手袋裡也不會太過顯眼 即是大家都知道女性的玩具是很出位的 但這件就不同了 這件玩具本來是來自德國的 在2014年的時候剛剛販賣已經大受好評了 再加上這次熊田耀子的事件更為人所關注 在德國的總公司甚至乎在這宗新聞傳出之後 在網上更加是搞活動 就說搜300名登記的日本女性 是可以免費獲贈一支這樣的性玩具 那這些就真的會玩了 那大家覺得怎樣呢? 對於這條片的內容 或者對於這個系列 日本惡女是有什麼看法呢? 都歡迎留言討論 我這條片就先說到這裡 喜歡影片記得讚和訂閱 也可以選擇用Superfans 課金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